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潮涌动的纽约华人区 一位华人主妇正在买菜 他瞥了一眼旁边的人 突然惊讶地发现 那个蹲在地上挑西瓜的人 居然就是前两天 刚刚获得了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 没错 就是这位在西方人主导的好莱坞 杀出了一条血路 一个人先后掌握了 三座小金人的大导演李安 他的作品我们都很熟悉了 像沃浦藏龙啊 段贝山 少年派的习惯漂流 喜宴等等 于是 这位华人主妇非常羡慕地 对在一旁的李安妻子 林慧佳说 你真好命啊 你先生现在还有空 陪你来买菜 谁料到 林慧佳一口反驳说 你有没有搞错 是我今天特别抽空 陪他来买菜的 相信您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讶 李安的妻子真够强势的 好莱坞大导演李安 会这么居家吗 如果您读完这本 李安的传记 十年一叫电影梦 那您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因为您会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往往都有一位了不起的女人 这是李安和他的太太 林慧佳的结婚照 那个时候啊 慧佳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念博士 李安呢 在纽约大学念硕士 婚后两人仍然是分居 这本书中啊 有这样的回忆 1984年 大儿子阿猫诞生时 我完全不知情 第二天 飞到伊利诺伊 傻傻冲进医院时 大家一见我来 都高兴得鼓掌 原来头天半夜 慧佳感到羊水破了 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 来到医院 医生问他 要不要通知丈夫 他说 不必 问他要不要通知友人 他说 不必 院方还以为 他是一个弃妇 他的个性 就是很独立 自己能做的事 就不愿麻烦人 所以老二出生的时候 早产 我就特别地盯在一旁 他还是频频地赶我走 处在这儿干嘛 你又不能帮忙 你又不能生 多么强悍的女子 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李安 三十岁的时候 怀抱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 大儿子阿猫的合影 照片中的李安 看上去真的是很居家 完全看不出来 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导演 话说就在那一年 家里正需要更大开销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 这件事给李安造成了 长达六年的阴影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书中说 原来儿历之年的李安 失业了 当时从纽约大学 刚刚毕业的李安 一次次带着自己的剧本 跑了几十个电影公司 一次又一次地修改 却没有一个剧本 能够真正地实现 它是真真正正地 悬在了半空中 可是要命的是 家里怎么交代 缺少了一半经济来源 怎么生活 妻子林会家 当时找到了一份 薪水微薄的工作 刚开始那半年 真的是难过极了 但是渐渐地 回家想通了 只要家里过得去就好 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 那段时间啊 李安除了在家里 每天阅读写作 看片之外 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买菜 做饭 打扫卫生 每天把家里打扫得 干干净净 每天傍晚 做完晚饭 他就和儿子一起 在家里等待 英勇的猎人妈妈 带着猎物回家 那段时间 一家三口最奢侈的大餐 就是一起出门 去吃一顿 肯德基 这段无望的日子 让李安彻底地 沉静了下来 刚开始 他还能够谈理想 三四年过去 眼看奔四了 他再也不好说 什么理想了 按常理来说 年近四十 一事无成 成天待在家里 做妻子的 一定会非常焦虑啊 希望丈夫去找一份 安定的工作 养家糊口 然而 李安的妻子 林慧佳 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深深地 明白李安的性格 一拍片 他就来劲 没片子拍 就没劲 他对李安说 他说 你不拍片 像个死人 我不需要 一个死人丈夫 小儿子出生时 李安的岳父岳母 来到了美国 一下飞机 妻子就千叮咛万嘱咐 叫他们千万 别提拍片的事 有一天 丈母娘实在忍不住 很正经地提到 李安 你这么会烧菜 我来给你投资 开个馆子好不好 李安说 开餐馆 跟家里烧饭 不一样 许多亲戚朋友 看不过去了 对林慧佳说 大部分中国留学生 不都为了现实 而放弃了自己的兴趣吗 李安过意不去 就偷偷地 学了一门 时下最热门的计算机 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这个计划不久 就夭折了 因为林慧佳发现了他的想法 他骂道 学电脑的人那么多 又不差你李安一个 整整六年 李安就是蜗居在家 一家四口 就靠他妻子微薄的薪水 和双方父母的接济而生存 直到有一天 他们突然得知 李安写的剧本 《推手》和《喜宴》 在台湾获奖了 全家的运势 才由此翻扬上来 为什么李安能熬过这六年 太太惠家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来听听惠家的说法 同样的 在《十年一教电影梦》 这本书中 李安是这样写到的 他说 许多人都很好奇 我太太是什么样的闲内著 他对妻已富贵 很不以为然 他说 我不是那个闲内著 我只是不管他 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 他给了我时间与空间 让我去发挥去创作 要不是碰到我太太 我可能没有机会 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的太太跟我两个小孩 对我在精神上的支出 是非常地大 那六年 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因为天天在家里 没事干 我当家庭主妇 家庭的基础 其实打得蛮好 到现在我常常不在家 可是家人感情还很好 所以我想也要感谢 那六年的支付的时期吧 在《十年一教电影梦》 这本书中李安专门写了一张 标题叫《太太的支持》 在这一张的最后 他意味深长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 恩爱 恩与爱 是扯不开的 我想 这也许是这位大导演 对自己妻子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一起继续读书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